表姐疯狂迷恋印度阿三文化 一心想嫁过去做印度贵妇 后来她真的找了个阿三做男朋友 学习阿三国风俗 左手擦便便 右手吃饭饭 我好心劝表姐不要嫁过去 觉得那边卫生条件太差 而且女性地位极低 会被山脸侮辱 拳打脚踢 可表姐非但不听 反而记恨上了我 认为我是想要抢她那个浑身咖喱味 随地发情的阿三男朋友 于是 她在夜里趁我熟睡时 往我喉咙里灌横河水 害我感染了超级细菌而死 再睁眼 我又回到了表姐将阿三男朋友 介绍给我认识的那天 一 小雅 这就是我男朋友桑迪普 怎么样 是不是长得很帅 我俩准备要结婚了 等以后我就去印度生活 听说那边的女人很幸福 从来不用上班 只用在家当贵妇就好了 一睁开眼 我就看到表姐宋婷正 表情甜蜜地 给我介绍她的外国男朋友 而对方又黑又瘦 标准的印度人长相 眼珠子低溜溜 不怀好意地转 浑身更是透着一股 说不清楚的难闻味道 不仅如此 行为还十分大胆 她当着我的面 就用脏兮兮的手 在表姐屁股上捏了一把 惹得表姐顿时娇羞一笑 她轻拍了下男朋友的手 讨厌 我表妹还在呢 我不由得鸡皮疙瘩起一地 也就是在瞬间 我意识到 我重生了 上辈子 表姐也是这样 带着她的印度阿三男朋友 到我面前来炫耀 她一边秀恩爱 一边在我面前 畅想嫁过去以后 美好的贵妇生活 我个人认同爱情无国界这句话 可当我看到这个 阿三当众的行为后 不由觉得反感 她实在太不尊重表姐 表姐却不以为意 外国人都是这样热情 这更说明 我男朋友爱我 不然 她为什么不捏别人屁股 结果 就在表姐转身上的厕所的 一小花功夫 她的阿三男朋友 又去偷偷捏了路过的 服务员的屁股 简直像一条 不顾场合随地发情的狗 我惊呆了 回去后 我就收集了一些 关于阿三那边的习俗和生活文化 发现阿三国不仅卫生条件差 那里的男人遍地是奇葩 女性的地位也特别低 是一个对女性极为不友好的国家 出于好心 我将这些资料 告知了表姐和大姨 姨父 大姨家本来就对表姐 要加那么远很犹豫 又听到了我说的这些 立刻坚决表示反对 他们不顾表姐的意愿 藏了表姐的户口本和身份证 以至于表姐的阿三男朋友 签证到期回国 表姐不得已分手留在国内 我以为我是在帮助表姐脱离苦难 可没想到 表姐因此恨上了我 觉得是我毁了她浪漫的一国爱情 尤其是某天 在热搜上 看到了印度首富 浩子几十亿举办的奢华婚礼时 她忍无可忍 冲到我家里趁我熟睡 往我喉咙里 强行灌了一瓶恒河水 她面目猙獰 都怪你 害我当不成印度贵妇 你这个贱人 就是看不得我好 嫉妒我找了个那么优秀的男朋友 才毁了我的幸福 恒河水里本就包含大量细菌和大肠杆菌 我一个普通人的肠胃 又怎么扛得住 当天晚上 我就感染了超级细菌 最终痛苦地死去 幸好老天有眼 让我重来 这一时 我倒要看看 没有我的劝阻 表姐真嫁给她那个阿三男朋友 以后会过得如何幸福 毕竟 那个国家对于女性来说 可是地狱呀 就连路过的蜥蜴 见了都得捂着屁股跑 二 小雅 我爸妈老是觉得 我家那么远不靠谱 你怎么看 等待餐厅上菜的途中 表姐突然问我 看着她充满期待的表情 我明白 她无非是希望 我能够站在她这边 肯定她罢了 只可惜 上辈子的我 反而认真地思考起了这个问题 说了一堆远嫁的坏处 劝她慎重考虑 多多理解下大姨和姨父 以至于在后来 这些话全部成为了 她眼中我见不得她好 嫉妒她的罪症 现在 我自然不会那么做了 我微微一笑 表姐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提远不远嫁 现在飞机那么发达 你想回娘家 随时都可以回 怕什么 再说了 只要你和表姐夫 两人真心相爱 过得幸福 我相信大姨和姨父 一定也会支持你的选择的 说得对 果不其然 我的这番话 让表姐眼睛一亮 瞬间是我为自己 我还以为 小雅也会跟我爸妈一样 那么死板呢 要不你帮我一块 劝劝我爸妈吧 我想快点和我家 亲爱的结婚 生孩子 最好下个月就可以去那边 这么迫不及待 去阿三国受苦 那好啊 我自然是举双手双脚支持了 放心吧 表姐 我肯定会帮你的 我还顺口 昧着良心称赞了几句 表姐夫人这么优秀 长得又帅 相信你们以后 孩子的基因 一定也会很好的 谁料表姐居然当真了 她立刻喜笑颜开 骄傲道 那当然 好不容易遇到这么棒的基因 我可是打算升一个足球队 不过说完 眼神看着我突然 又有些警惕了 小雅 我先提前警告你 这是我的男人 你可不能对他 有什么非分之想 不然就别怪我 这当表姐的翻脸不认人了 三 我 还非分之想 我差点隔夜饭都要吐出来了 自从坐下来后 表姐口中所谓的 优秀的阿三男朋友 眼神就没有正经过 猥琐的视线 时不时从我身上 和餐桌旁边路过的 女生身上滑过 嘴角还带着一抹银笑 就跟八辈子 没见过女人似的 要多恶心有多恶心 可表姐偏偏视而不见 她以为谁都跟她一样 眼睛被使孵住了 看得上她那个垃圾 阿三男朋友吗 只有表姐你才配得上了 你知道就好 表姐满意地哼了声 对待我的态度重回热络 很快 我们点的菜就上来了 我的眼前 出现了让正常人 实在难以接受的一幕 只见未来表姐夫嫌弃地 把筷子往旁边一扔 然后直接用洗都没洗 指甲缝里还粘着污垢的黑手 就往菜里抓去 那是一份水煮肉片 热气腾腾 可她硬是像感受不到烫一样 黑曲曲的手在菜里掏啊掏 搅啊搅 把整份菜搅了个稀烂后 这才满意地 捏出一串肉片塞进嘴里 随即露出回味无穷的表情 我看得简直叹为观止 一旁 表姐还催我动筷子 小雅 你怎么不吃 我哪吃得下呀 桌上的几份菜被搅了个遍 全部惨遭脏手揉腻 我光是看着就饱了 中午吃得太饱 不怎么饿 我随便找了个借口 上辈子 当时我劝表姐的那些话 明显让她不满意 连菜都没上来 就气冲冲拉着心爱的男朋友 走了 这顿饭自然没吃成 最后他们喝的两杯柠檬水 还是我来买单的 没想到这辈子 反而一顿饭 让我见到了这样的名场面 也不知道表姐是怎么忍受得了的 事实证明 我想多了 表姐不仅忍受得了 还提前就开始了入香随俗 她居然也扔掉了筷子 做着精致美甲的手 开始在饭菜里搅啊搅 她故作优雅地撬着兰花纸 用油乎乎的手 往嘴里塞着吃 路过的服务员 疑惑地看着 用手大块朵頤的两个人 还以为是没上筷子 好心将两双被用筷子上来的时候 表姐却一副备受侮辱的样子 你懂什么 这是我们高贵的阿三国风俗 服务员无语地走开后 表姐两人开始秀恩爱 未来表姐夫用手捏了 根水煮肉片里的豆芽 笑嘻嘻地就要往表姐嘴里喂 表姐甜蜜一笑 张开樱桃小口 她咀嚼了两下后 仿佛吃到绝世美味一般陶醉 对我发出感叹 果然 只有用手吃饭 才能感受到食物最真实的原味 我抽了抽嘴角 确实是原味 没记错的话 刚才我可是亲眼看到 未来表姐夫用那只手 抠了好几下脚丫子的 表姐可不是吃到了原味吗 臭脚丫子的原味 四 可能是我的支持给了表姐信心 回去后 表姐就在朋友圈公开了恋情 她明目张胆地发了张两人舌吻 火辣缠绵在一起的照片 配图文案是 你们要是知道她是谁 都会羡慕我命好 一时间 所有的亲朋好友都像炸了锅 纷纷在那条朋友圈下面评论 长辈们平时网速都叫慢 要么是祝福 要么是惊讶 表姐怎么找了不声不响的 找了个外国对象 而我们这一代人 光看照片就明白了 有看不下去表姐这句话的 共同朋友评论 还能是谁 印度小阿三呗 笑死 印度那么恶劣的国家 每年都有奇葩新闻 嫁过去还能命好 我劝你还是再考虑下 很快 表姐回复了 气势汹汹 为之全貌 不与置评 你又没来过印度 你怎么知道印度不好 等着吧 我很快就认出去做贵妇了 你们就是 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一辈子打工的穷人命 之后就是拉黑 删除一条龙 那几个好友都很无语 不明白自己 只不过说出了实话 怎么就变成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了 总之 有意的小船说翻就翻 而另一边 大姨和姨父也气得够呛 因为他们都还没同意呢 表姐就自作主张地 把这件事 让所有亲戚都知道了 我下班回来 就听见大姨 正在跟我妈打电话 怎么能嫁到那么远的国外去呢 万一遇到骗子怎么办 而且那男的长得黑曲曲的 看着就不舒服 奈何大姨和姨父怎么说 表姐都不听 所以想看看 我有没有什么办法 我当然不会去劝 上辈子 我被表姐灌了恒河水后 全身感染住重症ICU 我爸妈用光了所有积蓄 替我治病 哭着下跪找亲戚借钱 可大姨一家 是怎么对我家的呢 别说借钱了 连来探望一眼都没有 他们生怕我们追责 飞快地带着表姐撒鸭子 跑到别的城市去了 还说 不过是喝了瓶水而已 能有什么大事 要怪就怪你家丫头身体太差 再说了 我家婷婷也只是想出口气 谁让当初你女儿 拆散了婷婷和她对象 不然我们一家人 早就去印度想服去了 我爸被气得心脏病犯了 我妈也头发一夜白晚 我永远忘不了临死前 爸妈看着我那副悲痛欲绝的神情 重生回来后 我没拿把刀 直接砍了那一家子 都算好的了 还想让我帮忙 怎么可能 我恨不得表姐他们一家人 我的忙能帮还是要帮的 我健壮装作为难的样子 妈 表姐也这么大人了 肯定有自己的想法 你想想 连大姨和姨父都劝不动 我这个外人 难道说话表姐就会听 而且这事情 我劝你和我爸也别掺和 现在年轻人谈恋爱 是年轻人自己的事情 你们要是掺和进去 万一哪句话没说好 表姐到时候怪上咱们了怎么办 我妈一听 觉得也对 总算打消了 让我帮忙劝表姐的想法 我本以为这件事就过去了 可没想到 隔天 表姐却气冲冲打电话过来 兴师问罪 唐小雅 你他妈还是不是人 明明那天你说了会支持我的 为什么回去了 又在背后来捅我刀子 五 我简直莫名其妙 什么意思 表姐 我怎么了 在表姐愤怒的质问中 我了解到了来龙去脉 原来 大姨和姨父这两天 不知道从哪里看到了 一些关于阿三国的负面新闻 顿时觉得 阿三国这个国家贫穷落后 民风还特别不好 本来还有点犹豫 现在 他们对表姐的婚事 是坚决反对了 表姐知道 大姨给我妈打过电话 自然而然的 就以为是我在从中作梗 所以才又气又急 有了这通电话 我心想 幸好表姐打电话过来了 不然万一后面 大姨他们在跟上辈子一样 藏了表姐的身份证和户口本 表姐这桩大好婚事 岂不少错过了 不行 我这么热心住人的大好人 当然得再加点料了 于是我趁机出了个主意 表姐 最近不是有新政策了吗 只用身份证 就可以领证结婚 要不表姐 你们先去领个证 爱情就得勇敢一点 姐夫这么优秀 你要是不抓紧 被别人抢走到时候 可就后悔都来不及了 本来 表姐还加在父母和真爱之间 左右为难 听我这样说 危机感立刻上来了 你说的对 我得勇敢一点 明天我就去和我家亲爱的领证 目的达到 我笑眯眯道 那我就等着表姐你的好消息了 就让表姐和她的真爱 彻底锁死 锁得越紧越好 然后 等到后面发现不对劲 在想要分开的时候 则 六 第二天 表姐就得意地把结婚证 拍给了我 表示事情已经办成了 我当然是恭喜了 出乎我意料的是 大姨和姨父知道这件事后 居然没有生气 反而像是遇到了一件天大好事 连对我妈说话 都是一副炫耀的语气 哎呦 你家小雅光学习好有什么用 现在还不是办了月薪几千块的工作 女孩子 最重要的是嫁对男人 你看我们家婷婷 多会找老公啊 我女婿可是阿三国那边的贵族 高贵的婆罗门 钱多的都花不完 还是嫁给外国人好啊 他们将来生的孩子 也是漂亮的混血宝宝 以后我们跟着女儿 女婿去那边想服就行了 我妈讲给我听的时候 我差点笑出声 好家伙 原来表姐居然告诉大姨他们 那个阿三是印度的最高等级婆罗门 要不是我已经托人查了阿三的身份 知道他在那边不过是个住在贫民区 每天开蹦蹦 家里已经有了一个老婆 三个孩子的穷鬼 我都要信了 还怪 就说那个阿三浑身上下猥琐的气质 也就表姐一家才会信这鬼话 我妈倒是没有多想 只是觉得庆幸 幸好当时听你的 咱们家没有掺和进去 不然现在你大姨他们家 可要怪上咱们了 我温柔地抱了抱妈妈 以后 咱们一家人好好过咱们自己的日子 气 在大姨和姨父的大肆宣扬下 表姐找了个有钱老公 并且已经领证这件事 很快传遍了所有亲戚 有相信的 也有半信半疑的 毕竟我们这些亲戚 连南方家里人都没见过 还是外国的 谁知道真假 大姨见状 大手一挥 豪气地表示 我女婿说了 婚礼到时候 在阿三国那边举办 下周就给大家买机票过去 你们有时间的 能去的 都来我这里报名 我有些诧异 以阿三裤兜里那两个杠蹦 怎么有钱买得起这么多人机票 但别人不知道啊 大姨话一出 所有亲戚瞬间就沸腾了 这可是出国呀 还不用花钱 谁不想出去长长见识 一时之间 大家都去奉承大姨一家了 好话一箩筐地往外说 大姨高兴得连 说话声音都高了一截 大姨父也喜欢脸胀的通红 连连拍着阿三干瘦趋黑的肩膀 直呼好女婿 而表姐也一副予有容烟的样子 下巴抬得高高的 像是一只战胜的大公鸡 小雅 你看到没 找老公就得找我家亲爱的这样的 才是真男人 看待你帮我出了主意的份上 以后你要是在这边混不下去了 我可以考虑把我老公的好兄弟 介绍给你认识 可别说表姐不照顾你 我表面笑嘻嘻 心里妈卖批 晦气 谁稀罕阿三哥呀 早知道就不陪我爸妈来大姨家了 我爸妈本来也是不想过来的 他们对这种出国游一直是不感冒 奈何大姨一个劲地说 如果我们一家到时候不跟着去阿三国 就是看不起他家 其实我知道原因 当初得知我考上了重点大学 而表姐只上了专科的时候 大姨那个脸色就可难看了 估计从那时候 她就记恨起了我们家 这下有了机会 可不得使劲地炫耀 可惜啊 他们还不知道眼前这一切都是泡沫 等真正到了阿三国 就是他们一家人丢大脸的时候 吧 出发当天 所有亲戚长辈都聚集在机场 在大姨意气风发的指挥下 几十人轰轰烈烈 乘上了去往印度的飞机 一路上 大家都在畅想着 这次印度游会怎样愉快 显然 这些来的亲戚都不了解印度 还不知道 接下来的旅行会多么让人毁三观 这步 刚下飞机 阿三国立刻给了大家一个深深的震撼 RT 一股浓郁的排泄物臭味扑面而来 所有人都忍不住捂住了鼻子 怎么这么臭 是有人在机场当中拉屎了吗 而且还不是一个人 这得是多少屎堆起来才能这么臭啊 大姨家显然也很懵 唯有未来表姐夫阿三哥 是在场唯一一个面不改色 镇定自若的人 她甚至深深吸了口胖臭的空气 用别角的中文陶醉道 这是我国独有的味道 在别处可享受不到这么高质量的气息 表姐一听 也连忙放下了捏着鼻子的手 用崇拜的语气撒娇 那我也要闻闻 说完她还惊喜地呼吁大家 大伯 二伯 表姑 你们也都快来闻闻 错过这村可就没这店了 众人面色古怪 实在对这种行为说不出话来 不知是谁都闹说了句 还是国外里臭死个人 俺们村里猪圈的味道都比这个好闻 大姨和姨父自然也听到了 他们脸色难看的打了个哈哈 咱们先回酒店吧 只是大家激动兴奋的心已经量了半截 到了酒店 大家坐了那么久飞机 累了都在休息 我却在酒店拐角听到了表姐与阿三的对话 老公 这次旅游机票和酒店都是我先垫的钱 你不是说过来后就把钱给我吗 急什么 宝贝 我的卡还没有解封 等婚礼以后 我的钱都是你的 亲爱的 你对我真好 两人黏黏糊糊的 还有嘴唇站在一起的声音 我听得泽舌 看来我猜得没错 这次所有花费果然都是表姐出的 阿三真的是一毛不拔呀 等表姐知道真相 恐怕要气死了 就 第二天 表姐说她已经提前做好了攻略 打算带大家去到处逛逛 玩一玩 顺便品尝一下当地特色小吃 我看着经过一夜休整 又对这次印度行重燃希望的亲戚们 心想你们恐怕要继续失望了 果不其然 一出门就是那股难闻的愤愁味道 没吃早饭的人已经率先远了 本来大家还想尝一下小吃 可看到卖小吃的人那双黑曲曲的手 掏完鼻屎又抠脚 然后还在小吃里拌呀拌的 谁也吃不下去了 连一向挺闺女的大姨都忍不住后退一步 这也太脏了吧 表姐却满不在乎到 哪里脏了 这都是当地的特色 纯天然手工制作 只可惜 没人愿意品尝这份当地特色 健壮 她只好善善地换了个地方 这次倒是去了家有店面 外表看起来还不错的店 可菜上来的时候 早已饿得鸡肠碌碌的人都傻眼了 筷子呢 不上筷子怎么吃 对此 表姐明显早有准备 只见她胸有成竹地向大家科普道 阿三国这边可是从来不用筷子的 有钱人都是用手吃饭的 只有这样 才能吃出食物最真实的美味 说着 她不忘用手往餐碟里掏出一头咖喱 塞进嘴里给大家做示范 使黄色的枝叶在她嘴边流淌 可表姐却享受至极 真好吃 你们也快试试 亲戚们都惊呆了 然而 更让亲戚们惊呆的事情还在后面 一个亲戚吃到半途 突然捂着肚子叫疼 连忙问厕所在哪 阿三哥率先邪眉一笑 随手指了下玻璃窗外的马路 亲戚揉了揉眼睛 只看到马路上匆匆走过的人和车 硬是没看到厕所 表姐连忙摇了摇阿三哥的胳膊 亲爱的 你要不带我大伯去吧 阿三哥欣然应允 只见她带着大伯走到马路边 然后 当着马路上所有人的面 大摇大摆地脱了裤子 撅起屁股就递拉了起来 从我们这个位置刚好可以看到 她黑油油的光屁股 还有屁股下的排泄物 耶 这简直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 恶心到家了 再看看她旁边捂着肚子的大伯 整个人表情错愕 显然已经开始怀疑人生 可她还得跟阿三哥距离力争 因为阿三哥见她半天不动 瞬间发挥了助人为乐的精神 一边拉一边去扯大伯裤腰带 是一大伯跟她一起拉也使 可怜的大伯 整个人都碎掉了 她死死的捂住裤腰带 生怕自己在一国晚节不保 而我们这些玻璃窗内的人 也恨不得自瞎双眼 实在太拉眼睛了 时 亲戚们也终于知道 从一下飞机到现在 外面那股浓郁的毛坑胃是怎么来的了 只是这一幕还是太过震撼 生活在和谐社会的大家百思不得其解 又不是野人 怎么能当众拉石呢 尤其是看到阿三哥拉完后 居然不用值 而是拿手随意地在屁股后面一抹 然后就穿上裤子就了事了 又是大家的一生生育 一想到这个当众拉石的阿三哥 还是大姨和姨父的亲戚女婿 一时之间 所有亲戚看大姨一家人的眼神 都意味深长起来 有鄙夷的 有震惊的 有恶心的 而爱面子的大姨和姨父 已经羞愧的脸色通红 就差钻到桌子底下了 只有表姐 是个神人 她骄傲淡定地给大家解释道 你们懂什么 拉野屎和用手擦屁屁 都是我们高贵的阿三哥风俗 全世界只有阿三哥这样做 其他国家的人想学都学不了 是根本不想学好吗 亲戚们三观尽碎 我爸妈更是悄悄问我 宋婷这丫头 以前看着挺正常啊 怎么现在感觉脑袋出了问题呢 我心想 表姐可不就是脑袋出了问题吗 正常人谁能接受用手吃饭 当众拉野屎还手掏巴巴呀 这顿饭 最后以阿三哥带着一身屎味 回归饭桌而结束 除了表姐 没有人再吃得下去了 都在怕阿三哥那只刚擦完巴巴的手 于是连继续逛的欲望都没了 大家身心疲惫 只想赶快回酒店 回去路上 表姐对大家复杂的心理全然不知 还在高兴地拍照 她今天穿得很清凉 紧身上衣 超短裤 绣出窑窍身材 不像我 长袖长裤 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 更是提前准备了头巾 非要让我妈和我一起包上 我妈本来没明白我的意思 但很快她就明白了 只见回去的路上 人群拥挤 大街上都是当地人 眼睛里全部是贪婪和欲望 大姨有些被吓道 闺女 这些人怎么全都看着你呢 表姐骄傲地仰着头 自信一笑 估计是看我漂亮呗 印度女人一个个长得黑不溜秋的 哪有我好看 说着 她又扫了眼包的严严实实的我 不忘贬低 小雅 不是我说你 你这身打扮也太丑了吧 简直让人毫无欲望 这大街上 连一个看你的男人都没有 十一 我身材不好 还是就这样穿吧 我装作自卑的样子说道 表姐讥讽地吃笑一声 随即挺胸扭腰 脸上笑容更欢快了 看得出来 她很享受被众多男人的目光包围 让她有一种 自己是绝世美人的错觉 而我 紧紧拉着我爸妈 低着头 整个人越发低调起来 我知道 惊喜 马上就要来了 那群男人一直跟在表姐身后 就连大姨都感觉慎得慌 不由地加快了脚步 唯有表姐 继续走路不紧不慢 腰肢摇摆 终于 有个阿三哥 忍不住对表姐的屁股伸出了手 在表姐惊恐的尖叫声中 一群男人围了上来 这突如其来的事件 让亲戚们都吓坏了 大姨 姨父和大伯他们赶紧回身 往人堆里挤 想要拉出表姐 可奈何被表姐吸引过来的男人们太多 他们挤了半天 连妹圈都没进去 只听到表姐在一群人中心 不断地发出尖叫 救命 你们在干什么 色狼 放开我 我爸妈也想去帮忙 我赶紧找了借口 说自己害怕 拦住了他们 表姐根本不值得我父母为她付出 况且人这么多 我也担心爸妈会受伤 眼看大姨他们急得团团转 想要让表姐夫帮忙 毕竟她是本地人 可回头一看 好家伙 未来表姐夫正站在旁边冷冷看戏呢 跟没事人似的 大姨气地直骂她 未来表姐夫却振振有词 谁让她一个女人 穿得这么花枝招展 走在大街上的 是她先勾引我的同胞们 害得我的同胞们失控 我还没怪她不真结呢 不愧是奇葩的阿三国男人 看来那种新闻都没说错 在阿三国 女人随时随地都可能有危险 连地板都不敢有裂缝 而这些阿三明明做了错事 却反而觉得是女人们要反思 不应该勾引他们犯错 这样一个烂透了的骨架 表姐却还心心念念地想要嫁不去 真是蠢货 十二 最后还是在路过的当地警察帮助下 表姐被搭救了出来 好在这是大街上 表姐并没有受到侵害 但是一些开油和占便宜是少不了的 经此一遭 大家再也不敢耽搁 赶紧回去了 我听到亲戚们边走边嘀咕 这印度也太吓人了 早知道我说什么也不来了 就是之前听宋婷他妈说 找了这么个女婿 我还羡慕 现在则 还有当众拉也使 宋婷嫁到这里 简直丢死人了 我这辈子都没被这么恶心过 大姨服着受惊的表姐 默不吭声 而姨父也在没有了出发前的一起风发 整个人肩膀都勾搂了下来 我爸叹了口气 拉着我和我妈感叹 确实 这地方我是这辈子都不想再来了 很快到了表姐婚礼这天 见到婚礼现场后 大姨和姨父强撑起的笑脸 再也撑不起来了 这是什么鸟不拉屎的地方 大姨脸色铁青 指着偏僻破烂的小村庄 手都在抖 姨父也不可置信 赶紧拉过表姐质问 你不是说女婿是印度贵族吗 怎么会住这里 别说想象中的豪华结婚礼堂了 这个村子里 连条像样的路也没有 简直丢大人 没看亲戚们 一个个眼神都不对劲了吗 穿着阿三国新娘沙利的表姐 却满脸甜蜜 爸 你不懂 桑迪普都跟我说了 他们家的风俗是在老家结婚 等我们办了婚礼后 就去首都住了 到时候别墅 豪车 都是你女儿的 真的 可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 大姨和姨父半信半疑 表姐不满的多了下脚 当然是真的 我是你们亲生女儿 难道还能骗你们吗 大姨和姨父脸上 这才重新拾起笑容 招呼亲戚们一一落座 紧接着 大家又见识到了 独特的阿三国风俗 这边人在用手套饭 旁边就有人吃完 撅着屁股开始拉屎 两种气味混合在一起 别说有多独特了 可看当地人的表情 早就见怪不怪了 这时 在一阵咖喱和氛味交织的空气中 新郎新娘入场了 在众人的目光中 姨父一只手皱眉捂着鼻子 一只手牵着表姐 准备将表姐的手 交给未来表姐夫 可未来表姐夫却狡黠一笑 伸出三根手指 对着姨父晃了晃 三十万 什么 姨父没明白 未来表姐夫笑眯眯地眨了眨眼 慢吞吞说道 你给我三十万嫁妆 我娶你女儿 十三 在场的亲戚们 面色哗然 而姨父气得一个亮呛 你都没有给我彩礼 凭什么要我给你三十万 未来表姐夫用鼻孔巨傲地指示她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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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国家 女人只有准备嫁妆 才能嫁得出去 男人是不花钱的 大姨从一旁扑了过来 气愤至极 这破婚我们不结了 走 婷婷 你跟爸妈回国 表姐却不肯走 爸妈 你们快点给钱 不就是三十万吗 等结了婚以后 我就是印度贵妇 还在乎这点钱 姨父脸色煞白 快要喘不过气来 你还没看明白吗 这个男人是骗子 这下 不只是姨父 在场的亲戚们都看出来了 这个男人 根本就不是什么所谓的有钱人 可表姐还在执迷不悟 满心眼里 都是即将到手的贵妇身份 和荣华富贵 不可能 他直接从一副口袋中抢过手机 利落地给阿三哥转了账 然后 声音甜逆讨好的说 老公 三十万我给你了 你千万别生气 咱们快点继续婚礼吧 阿三哥确认了金额后 顿时喜笑颜开 导贝 我爱你 戴姨和义父两眼一番 直接气晕了过去 晦气 爸妈怎么能在我的婚礼上晕过去呢 表姐低声不耐烦地骂了两句 正准备重新扬起笑容 看向亲戚老公的时候 一抬头 人却愣住了 只见阿三哥从身后拉过来一个印度女人 和三个孩子 导贝 你也该认识一下了 这是我的大老婆和孩子们 你已经结婚了 不敢相信眼前的画面 表姐坚声质问 阿三哥笑容满面 眼神贪婪 当然 你是我新娶的小老婆 实话告诉你吧 我不是婆罗门 只是一个穷鬼 既然你这么有钱 以后我们一家都归你养了 啊 表姐也两眼一番 彻底晕了过去 十四 醒过来的大姨和姨父 本来想把表姐带走 但是奈何村子里的人都说 表姐已经嫁给阿三哥了 以后就是阿三哥的人 死活不让待人离开 大姨和姨父垂着泪 之后去找大使馆 想要寻求帮助 可大使馆的人查询了后 只能叹气 你女儿早已经把国籍改成了印度 我们也无能为力 这下大姨一家是真的欲哭无泪了 尤其是在听到表姐哭着说她后悔了 要跟我们一起回国的时候 大姨跟她还没说上两句话 表姐的老公阿三哥 就凶巴巴地给了她一把掌 见货还不赶紧去做饭 想要饿死老子 表姐脸上和身上都是亲子的痕迹 又怕又拒 看来这两天没少挨打 大姨心疼的哭天喊地 造孽啊 我们都被这个外国憋孙骗了 早知道就不应该贪图有钱人的生活 婷婷 你说你好端端的 改国籍干什么 这下好了 想回都回不去 可她也只能干流泪 眼睁睁看着表姐被强行拽走 当地人都胡视眈眈看着 纵使有这么多亲戚在 大姨和姨父谁也做不了什么 最终大姨和姨父死心了 决定跟我们一起回国 临走前一天晚上 我从爸妈房间里出来 刚回到自己房间的时候 猛然发现漆黑的房间里 占了一个落魄的人影 十五 是表姐 她正死死地盯着我 眼神充满了怨恨 是你 都是你 你为什么要让我嫁给那个骗子 明明我的人生不应该是这样的 你毁了我的一切 我瞬间了然 表姐居然也重生了 然而 现在一切都已尘埃落定 她重生的太迟了 注定是无用功 我倾向 表姐 你不是一直怪我没让你当成印度贵妇吗 所以这辈子 我满足你的心愿 你不应该开心吗 表姐气得面容扭曲 她又想重拾上辈子套路 拿起带来的满满一瓶恒河水 就要往我喉咙里灌 贱人 你这个贱人 我要你死 只可惜 这辈子的我早已有防备 我一脚把她踹倒 反手将那瓶发黄的恒河水 灌进了她的喉咙 这么喜欢灌别人恒河水 你自己也尝尝 表姐不断挣扎 可她这几天没少受阿三哥折磨 身上都是伤口 正虚弱着 又怎么能挣脱得了我 她直接喝了个金光 人瘫在冰凉的地板上 崩溃了 我洗干净手 等到她出现感染症状 这才慢悠悠地拨打医院电话 当天夜里 表姐确诊为超级细菌感染 腹泻高热不止 最后痛苦地失去生命 而我 大仇已报 则是跟着父母一起轻松地回国 毕竟 表姐乌喝河河水 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至于大姨一家 早已成为了亲戚之间的笑柄 又失去了独生女 这辈子都得躲起来孤独终老了 下飞机的那一刻 我和父母看着熟悉的国旗 相识一笑 还是自家好 以后再也不出国了